怎么会一群学生集体不舒服呕吐呢 这是花莲一所国中 到屏东横城半岛去碧履 灌完墾丁大街之后就开始有人说 眼前闪过人影还出现奇特的味道 接着都接连开始出现不舒服的症状 有男学生哀嚎倒地 女学生全身发抖还呕吐 老师没有办法赶紧叫救护车 将五名学生送医 但是院方初步排除是食物和易氧化碳中毒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集体呕吐 男学生突然倒地 不断地哀嚎全身抽搐 还有女学生劈头散发 坐在椅子上手抖个不停 旅馆大厅里好几名闭旅团的学生出状况 老师也慌了赶快求助 我知道学生电话 然后说这边有状况 然后我就冲去旁边看 然后他就是整个一直在走 救护车陆续抵达急诊室门口 五名国中生四女一男 表情看似非常痛苦 有的无法好好躺在病床上 整个头歪在一边 还有人陷入半昏迷状态 这起闭履惊魂季发生在屏东恒春 5月24号凌晨12点多 花莲一间国中的学生 逛完墾丁大街回到旅馆 突然有人说眼前闪过人影 又闻到特殊气味 接着五人就陆续呕吐 头晕呈现昏迷状态 送医之后 警方初步排除食物中毒 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的迹象 五名学生生命迹象稳定 隔天上午已经出院 除了从心理精神方面分析 也有民宿专家认为 这是非自然的现象 有可能是遇到所谓的灵异事件 当地旅宿团体说 可能是中暑了 但不管如何 学生已经继续闭履行程 而这一出半夜惊魂季 对他们来说 肯定是最难忘的闭履回忆 东森新闻吴建议林嘉义 在屏东的采访报道 这也算是一种延迟通报 有许多消费者网购时 如果家里不方便收件的话 会选择超商店到店 有空再去拿货 但是有冷购的团购业者就控诉 这顾客出国忘记领包裹 双方都约好 等货物退回之后 他直接回店里拿 没有想到超商迟时没退 他后来才发现 原来自己订的包裹 早就被盗领 整齐快速装箱 准备拿到超商寄货 永和这间冷冻食品团购 才刚起步三个月 没想到就遇上超商店到店 客人与其未领货 整箱包裹还不翼而飞 理论上来说已经付款的东西 就是要拿身份证给店员看 才能够取口 那结果好像也没有这一环 然后就莫名其妙被人家取走 原来日前业者完成寄件后 客人忘记领包裹就出国 双方讲好等退回后再请他到店里拿 没想到超商迟迟没退 最后取货日都过了五天 业者上网查物流才惊绝 明明应该是逾其未取的货物 居然显示完成取件 但不是原本那位客人取的 后来没有说明为什么 那箱货怎么了 然后他们花了大概两三天 去询问店家 也没办法知道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到底是谁把货取了 还吃了业者很不满 因为盘点包裹内容物除了牛五花 沙朗牛排还有蒲烧大鰻鱼 小羊糕排日本猪排酱等等 总计价值2700多元 还原当时业者装箱的食材 都是属于高价位的肉品 几乎每项都是重达一公斤 业者说客人甚至已经付款了 事后却发现整箱都被取走 就像超商反应 对此超商坦言确实是店铺 移食包裹流程操作上有误 已经和寄件消费者联络 提供赔偿并加强教育训练 事实上超商电道店补偿金 各家规定不同 这回在5000元补偿范围内 老板娘获得全数赔偿 不要自己多掏钱 东森新闻马银凯温有连在新北市采访报导 明宅区怎么会爆发震撼弹攻坚呢 这是一位理性要头 他原本在逢甲商圈贩毒 曾经被警察抓过 他就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最安全的 干脆搬回自己的雾峰老家继续贩毒 台中警方很担心住宅区会引爆枪战 所以特别请特勤队 先用两枚的震撼弹先轰炸 再破窗攻坚 警方以震撼弹破窗快速冲进民宅内 要抓卖毒的52岁李星耀头 李星耀头被压制 原警还在房内招出18包毒品 人脏俱祸 李星耀头钢厂哑口无言 警方调查李星耀头去年8月 在台中逢甲地址贩毒 被原警察气过两三次 一次为了躲避警方 搬回雾峰老家结果还是被逮 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 尽心生态念 雾峰区老家另起无造 以该处作为贩卖毒品的据点 但一堆贩毒者经常在 鄰近住宅区出入反而引起注意 李星耀头和其他四名涉嫌贩毒的成员 把雾峰老家当贩毒制点 为了避免在人多的住宅区 引发枪战冲突 虽然震撼办本身没有杀伤力 但因破禁制离可能造成停地受损 强力闪光会产生几秒钟的晕眩 目盲 安全威吓 效果十足 突起来的震撼弹攻坚 巨大爆裂声 吓坏当时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 李星耀头一伙人 警方当场压制他们 也查获毒品七包海洛因 五包安非他命 还有六包的毒品咖啡包 现金一万两千元等脏重物 被依违反毒品妨害防治条例 最嫌提起公诉 动刺信用文剧场领声 台中报道 也是让社区的民众吓坏 位在金融市信义区的社区 遭到小客车对着大门猛撞三次 然后驾驶丢下车之后 就逃逸到五公里外的派出所 警方查出他是故意冲撞大门 将人留下要厘清案情 附近居民都说 这名男子常常出现在社区 这回不知道他是来寻仇 还是用药过后的行为失控 基隆一出社区前 一辆白色小客车直直冲往大门撞击 发出巨响后 倒车在向前冲撞 一共撞了三次 一旁住户的宠物狗被吓到探头查看 住户也走出来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 事发在23号下午 小客车锁定社区大门 撞了三次之后 汽车逃逸 居民认为这不是普通车祸 恐怕是有蹊跷 社区居民不排除 嫌犯和住户有纠纷 才会蓄意冲撞 有看过他这台车有常常出没在那附近 他们是怕说有另外有引擎这样 只是居民都还一头雾水时 范安的30多岁陈姓男子 已经从范安地点深奥坑徒步逃逸 走了5公里 至少花一小时前往信六路派出所 远警一查发现 他在深奥坑疑似蓄意冲撞社区大门 调查出陈姓男子住在安乐区 范安地点在信义区 两地相差十几公里 怎么会特地跑这么远犯案 而且有居民发现 他常常出现在深奥坑附近 一次视线勘察或是来找特定人士 至于这回男子是来寻仇 可以撞坏大门 还是因为用药导致行为失控 警方还要进行抽血检验 警方也找到和陈姓男子住在一起的妈妈 希望能厘清案情 不过妈妈也表示不清楚儿子发生什么事 男子留下重重疑点案情扑朔迷离 文字新闻旅国报李汉静 石玉成 基隆报道 这也让人想了解案情 到底谁害谁受伤呢 有游客说他到高雄的莲池潭去玩滑水 但是当时就站在跳台 业者饲养的黄金猎犬 看到有人滑出去觉得很兴奋 所以暴冲撞到他 害了他腿部受伤 没有办法行走 但是其实业者都有官将人送医 双方就是因为两万块的赔偿金 谭不拢 决定交给司法解决 在年池潭里帅气的滑水真的好痛快 滑水业者的宠物黄金猎犬 尤其爱跟着教练一起滑 但是周四的监视画面中看到有人滑出去时 黄金猎犬兴奋的跳跃暴冲 却撞倒了一边的女游客 她的腿部受伤 一时间站不起来 过了一会有员工来关心 女游客后来指控 她四点受伤之后 业者只关心了一下就离开 四点半多她报警叫救护车 五点坐上的救护车救机 到七点的时候业者才来店慰问 主要是我报警之后 店长才匆匆的跟我说 不好意思 然后我退钱给你 我给你卷 希望你下次还可以再来 因为老板七点的时候才 回复我说你还好吗 那这三个小时 他们店里面的SOP怎么回事 店长都在做什么 受伤的女游客目前走路 还是一拐一拐的不方便 她认为滑水业者该负责 而业者则指对方受伤第一时间 他们有去关心 但是对方事后求偿两万元 他们无法接受 两名教练 现场两名教练就前去 然后来关心他的伤势 那确认关节可以活动 然后表面没有明显的伤痕 然后他本人也亲口说 不太会痛了 那我们才请他 然后在休息区里面休息 那我们是觉得说 这个金额有点 有点不太 不太 不太合理这样子 由于双方对赔偿问题 无法达成共识 滑水业者又投保保险 将交由保险公司来协商处理 东森新闻崔贤雅在高雄报道 另外再过几个礼拜 就是端午节了 在物价通膨的时代 现在肉粽涨得可凶了 平均涨幅达到两成 像是一串肉粽 这个粽叶就讲了50块 肉粽的猪肉呢 涨到140块 还有像是糯米 从原本的每台金360涨到400 更别提高这个电费成本的问题了 业者说啊 接下来卖的肉粽 通通会调涨 一大片蒲烧蛮包进肉粽里 加上新色香菇 零元吃尾青虾皮 再来个菜脯 搭配原糯米 豪舌烧慢走出炉 重大约25公克到30克的蒲烧蛮 单片入粽 去年一颗卖90 今年涨价来到95元 降近100元 我与无期融会 其他融会等食材来做结合搭配 其实每颗肉粽 我们成本原物料成本 我们有在控制 调整一下每颗多出五块钱 彰化区渔会的蒲烧蛮粽 很受欢迎 预计在端午档期准备了一万八千颗给民众挑选 有海味粽 当然少不了彰化特产 矿肉粽 卤成焦糖色的一块块矿肉搭配花生香菇栗子 半颗咸蛋黄重达220公克的矿肉粽 一颗75元 许多人就爱这一味 和正统的矿肉饭一比 矿肉饭小碗的白饭加卤汁60元 比矿肉粽便宜了15元 内馅也少了咸蛋黄香菇栗子的食材 民众看法不一 不过端午节即将到来 大家开始预定买粽子 鹿港镇顶帆婆一间飘香52年的漏粽店 一早就出现排队人潮 甘菇 筍甘跟肉都是很大块的 吃起来很有饱足感 Q可口非常的好吃 老店老口味一颗55元 坚持不涨价 简单肉粽经典古早味 在五花八门的粽市场中 杀出自己的一条路 东森新闻 陈永逸 吴君祥 林轩 账号报道